台東縣泰馬里 金峰 大五級達人四個村落 因為莫拉克颱風豪雨衝走了房屋 詹民們有的是借宿小學來搭帳篷 為了讓詹民盡速擁有自己的家 台東縣政府是找來了曾經在921的時候 還有汶川地震當中 蓋了中紀屋的建築師謝英俊 以就地取材的方式來教導詹民技術工法 自己動手來搭蓋房子 預計了一個月之內67戶的中紀屋就可以完成 叫這 叫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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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 叫 叫 好 鎖上屋頂大樑螺絲代表上樑儀式完成 對台東泰馬里和金峰鄉的災民來說 一個月後就有自己的家 這也是全台最早動工的中紀屋 蓋自己的房子不會辛苦啊 那現在原來的家怎麼樣 原來家就沒有啦 那這幾天工作下來不會覺得很累 不會啦 蓋自己的房子 幫忙自己的重建家園是還OK 這些災民白天上工親手搭蓋自己的家園 帶領建蓋中紀屋的建築師就是他 走過921地震遠到汶川蓋屋 現在又回到台灣為八八水災災民搭蓋了謝英俊 這次要蓋67戶 我們這個配置上他們有一些意見 還要跟他們溝通 對 他們有他們傳統的習慣 因為這是新的東西 所以一下子還很難接受 我們都知道啊 來 謝謝大家 夢想有自己的家了 金峰鄉災民好不容易這一碗有了比較開心的氣氛 嘉蘭村的災民他們現在住的帳篷都是外界提供的 而且成了他們的妻生之所 現在他們正在洗澡 我們來看這是阿兵哥臨時搭建的帳篷 一次可以容納20個男生或20個女生一起洗戰鬥澡 小朋友最開心大家邊玩邊洗澡 有別於組合屋 中紀屋的材質兼具環保和美觀 至少可以住上兩年 就算未來要千村到永久居住地 中紀屋的鋼材也可以拆掉再建蓋 回收再利用 中天新聞胡喜仁 賴麗音 台東泰瑪里報道